都说奇瑞是为数不多的国内专心研究燃油车的品牌 架不住国家政策大力推广发展电动车 于是奇瑞集团极下推出爱卡首个新动员电动品牌 爱卡03它定位紧凑性纯电SUV 有着类似奔驰大G的方盒子硬派造型 可以说非常迎合现代年轻人对于硬派的审美 它兼顾了智能与科技和以往木马人的纯硬汉风格早已经不同 采用封闭式隔山配合宽大的轮媒 车头中央也设计了爱卡的标识 同时两侧的室宽灯也有字母爱的元素 预计售价15万左右 尽管是纯电SUV 但是拥有全铝大量以及智能电控四驱系统 车身尺寸方面 长宽高分别为4米4 1米91以及1米71 轴距为2米71 尾部的设计同样硬派 侧开门的方式 假胃胎的设计内部则为储物箱 配备18英寸19英寸两种规格的龙骨 动力方面 爱卡03拥有单电机以及双电机可权 最大功率分别为135千瓦和205千瓦 配备宁德时代磷酸铁锂电池组 拥有10种驾驶模式 还会配备L2加级别的辅助驾驶 类似配有同级独有的 丁菲尼迪12扬声器 类似捷豹的水晶旋牛挡霸 15.6英寸的高清大平等 悬挂方面 配备前液压减载加后全铝HB悬架 预计将配备400伏800伏的电压平台 纯电版本预计综合续航里程超700公里 同时爱卡03还推出了复古的火星版车型 未来是否会进行量产目前还不清楚 但是爱卡03作为家族首款车型亮相 确实找到了目前大家比较喜欢硬派造型的流量密码 那么问题来了 很快上市的爱卡03 大家认为15万的价格会卖爆吗